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最近这几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因为是报税的最后几天 所以美国人还有当地的公司都是非常的忙 在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最忙的也就是会计师了 正常的会计师他们在每年的一月份到四月份 可能到五月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忙过这一段,他们就可以去度假 那像今年一直延期到了七月十五号 所以忙完这一段的话,很多的会计师也可以休息了 而且今年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 可能会想要更多的这个假期 享受他们这个来之不已的一个假期了 说到假期,那我们也想了 所有的现在美国的小孩都已经开始在放假了 那还有一个是咱们在美国的政府 咱们的参议院和众议院 特别是这个参议院的两党 共和党和这个民主党的两党的这个议员 他们在每年的这个七月底到八月初 有大概十七天 也就是两周多一点的这个放假 这是他们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这段时间是规定 他们要去放假的 那这段时间正常他们要去休息 那由于这个美国正在经历这个疫情 而且两党又要再面给美国的全国的公民 再来发钱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全段时间每个人都领到了 一千二百美金的这个政府的一个拨 那每个人的在收到这个钱的这个支票上的都大大的签了 川普的这个名字啊 那接下来应该还会有第二轮的这个给美国公民的一个拨 这个拨款呢 应该是在现在的看来应该是会有所限制 如果你的收入达不到他新的这个规定 所以呢就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得不到第二次的这个支票 得不到第二次的补助 那所以这个是两党他们之间需要马上考虑的 但是呢正好这段时间呢 他们要是去休假了 那所以苦的也就是美国的老百姓了 老百姓在这里苦撑 美国的中小企业 还有自雇业者 还有这个失业的人 在这苦撑 但是他们的议员要去休假了 那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所有的利益就将会被他们摆布 啊两个党他们不管最终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那他们都会去抱怨对方 是因为对方的错而没有达到能给大众来谋最大的福利 那共和党他同意把现在的失业的政府拨的失业救济金延期 但是他不同意这个每个每一周六百块钱的这个失业救济 他也许会同意大概的三百块钱每一周的这个失业救济金 那民主党他当然希望这个六百块每一周的这个失业救济金能够继续 那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三百块还是六百块 受苦的还是美国失业的这帮人 那不管怎么样 民主党如果得不到六百块 他就会说这是共和党的错 如果共和党最后发现还是要付六百块 他总会要他就会去抱怨民主党是你们让美国的经济越来越的拖垮 你一直在用钱来烧钱来救美国 但是美国的经济没有复苏 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互相指责 这里呢我们就不得去深究这个其中的更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将来不断的发展中再来看 那参议院他会应该在他们休假期间还会做一点事情 但是呢这段时间肯定他们的效率会会减低 所以我们就经观其变 看最后这最也许应该是最后一轮 美国政府出台的这个经济推动和刺激计划 还有对大众的一个补助 这应该是最后一轮 也是最后一次给美国的民众发支票 那所以咱们再看他们接下来会怎么样 那最终的决定和最终结果 也许所有的人会要等到八月底了 那如果如果一些顺利 也许也许美国的大众民应该是在大概九月份的时候 才可以收到第二次的美国政府的给出的这个补助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讲关于教育方面的事情啊 那我后面这个图片也就是在加州的城县的这个教育委员会 他们的这个董事会昨天做了一个这个会议 最终他们以投票的形式就通过了 就是在加州的城县这个地区的所有学校 在八月的时候要正常的顺利开学 也就是说学生要回到学校继续上课 那这个呢也引起了非常多人的这个不同的反响 城县的这些学区 很多比较大的学区已经表达了 他们不会按照呈县教育委员会 他们投票的这个决定来做 他们会开设给家长提供不同种的这个教育的选择 那最重要的他们还是想确保家长和学生 还有教师还有周边所有人的这个健康和安全 那他们就给家长提供了三个选择 就是说还是以传统教育方式 所有学生回到学校这种选择 那另外这种选择下呢 就是他会把所有的班级维持在每个班28个 我们也参观过了很多在中国的学校 其实在中国的学校 现在很多的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还是保持在40到50 甚至有时候还到60人的这样一个一个班级的数量 那有一些私立学校和一些新兴的一些 就是改革做的比较深入的一些学校 他可能会尽量多的做到小班教育 但是还是因为人口原因 他不可能在中国肯定不可能要美国这样子 一个班可以保持在20几个人 或者最多30几个人 那在加州是有这个对这个学校 容纳这个人数是有标准的 包括了小学初中高中 所以呢 呈现的一些学区就提出了 如果要进行传统授课的话 那我们的学校就要保持每个班必须只有28个人 那而且这28个人要分成两组 14个人14个人 那在课间或者在吃饭的这个时间 就要重新来排列 那所以他们可能只能放14个人先出去课间玩一玩 然后再回来 另外的14个人再出去 所以就保持最大范围内在有最少的这个学生 那而且在他们出去玩的这个过程中 也不像现在的孩子 就他们可以随便出去追打玩啊 在一起 那他肯定要保持一个有效的社交距离 那所以这个该怎么做到 特别对于很多的这种小的学生 五年级以下的学生 他们怎么真正的做到社交距离 老师怎么去管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那第二种选择 它是让家长就可以选择 你可以上全网课 你不用来学校 那老师一样的通过网课来给大家来传授知识 那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做期时间来上课 八点半到两点半 那最后这种选择就是一种叫做hybrid 就是你有一部分的时间上课 另外一部分时间你可以在家 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二学生上课 礼拜三到礼拜五学生就在家上网课 这种选择 所以呢 教育委员会他投票的这个选择 到了学区 他很多的时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而且所有的校长他关心的更多的 是他自己学生的安全和家长的安全 所以教育委员会实际投票做的决定 最后是否能实施 有多少能实施 这是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美国的教育委员会 每一个县 像是这个陈县教育委员会 他有七个董事会的成员 那他们在定期会开会 来做一些这个对于整个学区的大方向的一些决定 所以呢他们保持他们的这个 董事会的人数是一个基数的人数 所以他们投票的时候总会是有一方 是占多数的会决定一件事情 或者否决一件事情 我们的洛杉矶学区已经确定了 在八月份 八月份的时候已经是上全网课了 但是我们自己孩子在的 洛杉矶学区下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学区 还没有最后决定该怎么办了 那所以的话 在这里还是继续的在关注这件事情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 然后观看我们的视频 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视频 我们也会不断的继续带来 关于美国教育美国社会 还有文化的不同的视频 那希望你们都保持健康 拜拜